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谁能恭敬于佛? 主佛言 善富六根者 主世尊 谁才能算是恭敬于佛? 主佛 哪一种人在称为上恭敬佛? 佛言 善富六根者 富就是覆盖的富 善富六根者 富就是盖住 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叫做保护 能够善以保护这个六根 也简单讲就是不识六根污染六成 这个善以保护你的言而鼻舌生意 善以保护你的六根 不要去染污世间的六成的人 这个人 这个是最恭敬佛陀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的清净自信就是佛 那我们的清净自信由六根 攀岩六成就变成六贼 我们称他贼 就称他贼 所以世尊 谁能够叫做恭敬于佛 谁能恭敬于佛呢? 谁能真正的恭敬于佛? 也就是说 佛言 那个人善以保护自己的六根 不使言而鼻舌生意 且攀岩六成者 不被六成所染污的人 这个人叫做恭敬于佛 那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的恭敬于佛 大部分的人就是烧香 买一堵香 然后越买就越好的香 买到最后就买那个橙香 然后这个世间人认为 就是你看我花了这个 一点点橙香就多少钱? 很贵很贵的恭敬于佛 这个要讨论一下就是说 这个好像啊能赶得好的频率 但是问题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所以佛陀还是到最后 论断这个心法 论断这个心法 用心法来论断 哪一个恭敬跟不恭敬 所以我们烧了好香 师父也赞叹你 随喜 但是真正的恭敬佛 是善以保护你的六根 不去攀岩 不去攀岩以六成 这个就比你烧一百柱 一千柱的高香 来得恭敬于佛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解如来的真实意 有多么的重要 师父一直强调 念佛很好 诵经也很好 但是你不能只有念佛 不解如来的真实意 对不对 前面讲的这个 八种 随便一种 都超过你的想象 都不是你认为的这样子 跟你想象的法 完全不同 所以世间人 他所了解的 就是表象 就是缘起 他没有抓到 整个佛教的核心 因此再强调一次 解如来的真实意 有如此的重要 不听经 不闻法 你到最后 会把自己的内心 无名 自然会把你逼向外道 因为你心外求法 所以 要成为佛头的弟子 要解如来的真实意 要具足如来的信心 对如来有深具的信心 第二 要解如来的真实意 解如目 行如足 足就是两腿 那眼睛 就是要解如来的真实意 要去实践 就像两只腿一样的走远路 所以我们现在 就 要看个人的福报 有福报 有福报的人 能得闻如来的正法 解如来的真实意 但是 因言不具足 福报不够的 就没有办法 解如来的真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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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如来的真实意